我们讲一下这个linear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说这个线性变换 什么是linear transformation呢 我们的定义是这样子 如果一个transformation它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两个vector相加 两个相量相加然后再做变换 可以先做变换然后再相加 这也是相等的 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们把一个vector 我们先做拉伸再做变换 相当于是先做变换再做拉伸 那如果满足这样两个条件的transformation 我们叫做linear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说t is a linear transformation 那么我们要确定一个transformation是linear还是lanlinear 那我们都要就check这两个条件 就检查这两个条件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做别的东西 我们就记着它的定义 把这两个条件用上就可以了 当然事实上在这两个条件 我们其实可以合并成一个条件 但是在在我们具体的做题中间 我们慢慢的两个条件一起去验证 当然说它可以写一个条件 就是tλu加上μv等于λtu加上μtv 这两个条件可以合并成这一个条件 当然说是tλ和μ是属于r中间的任何的数 那么如果说把λ和μ都取1的话 就是我们第一个条件 把μ取0 那么我们就得到第二个条件 当然我们在具体做题中间 我们都是把这两个条件一一打来验证 这是我们去确定它是linear还是nonlinear 那么关于linear transformation 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定理 这个定理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t是linear transformation 当然我们在这里讲的 它是在rn中间的 那么就有这样的结果 就是有一个matrix跟它做对应 有一个matrix 使得 a×dx就等于a乘上x 也就是说如果t是linear的话 对一个向量做变换 就相对对这个向量 乘上一个초成一个matrix 而且它会有这个a可以写出来 A等于什么呢 A等于这个T11 作为它的第一个 第一列 T12作为它的第二列 TEN作为它的 N列 E12EN是我们 这个RN中间的这个标准 标准机 也就是说 100、010、001这种 那这个定理给我们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 我们要去找它所对应的matrix 我们只需要看着 看着E1、E2、E3 到EN 它们变成什么样的 就是什么样 那这个matrix就给出来了 也就是说你看T11变成什么样的 那么就是我们的第一列 E2变成什么样就是我们的第二列 这是我们如果说已经 我们就是说它已经给出了T的描述 那我们就看它的标准机变成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先看一个立体 我们先看它什么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是LINEAR还是LINEAR 如果我们T是这样的定义的 TX1加上TX1加上2X2 这第二个分量是3X1-X2 我们问T是不是LINEAR 那我们再看了 那去check这两个条件了 那我们假如说是U 可以写成这是I 我们用另外的写法吧 算了 这还是写X1和X2吧 那么V 等于 例如说是Y1Y2 那我们看TU加上V 这个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等于T 那么这是X1加上Y1 这是X2加上Y2 那我们看 根据前面的定义 就是第一个分量是原本的第一个分量 加上两倍的第二个分量 那么就第一个分量是X1加上Y1 再加上两倍的X2加上Y2 那么第二个分量是三倍的 第一个分量 减去第二个分量 好 这是T 我们先加再做变换的 再做变换 我们得到的结果 那我们先变换再加了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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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T X1 X2 那我们 刚这里就是我们 原本的定义 3X1-X2 这是第二个分量 那么TV 就是T 就是T 这是Y1 这是Y2 那么这个是Y1加上2倍的Y2 3倍的Y1减去Y2 那么我们把TU加上T 看是不是T的U加V 看这两个加起来是不是等于这个 那么TU加TV 这是X1加上 2X2 这是2X2 X1加上2X2 这是3X1减X2 我们加TV 这是Y1加上2倍的Y2 3Y1减上Y2 那么加起来以后就是X1加上2X2加上Y1加上Y1加上2Y2 这是3X1减X2加上3倍的Y1减Y2 我们给它重新排一下顺序 那么这里是X1加上X2加上Y1 他们以后osoX1减Y2减Y0减Y2对 ke1减Y1减Y2它也有5球点减Y1减Y2 bew ugB 再加上Y1减Y2减Y1减Y1减Y2减Y3有5含Y1减Y2减Y1减Y狰买 这个kg-X2减Y2减Y1减Y2减 View减Y3减Y-Y3减Y2减Y3减Y等减Y减Y0减Y35减Y2减YK减Y轻低Y1减Y可以lo减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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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减Y减Y事减Y3减Y7减Y减Y减YX3 加上Y2 这下面我们把正的写在一起 就是三倍的X1加上Y1 减上X2加上Y2 好 那么这个我们看出来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 就等于T的U加上V 好 第一个条件满足了 那我们看第二个条件 我们T Num的U 是等于T 这是Num的X1 Num的X2 那我们的写法 按照前面的T的定义 我们是第一个分量 Num的X1 这是第一个分量 加上2倍的Num的X2 就是两倍的第二个分量 三倍的第一个分量 减去 第二个分量 那我们看 每一个每一项里面都有Lambda 所以我们把它Lambda提出来 这就是X1加上2X2 这是3X1减X2 那么后面这个 后面这部分是TU 所以说这个是等于Lambda 所以第二个条件也满足 两个条件都满足 所以T是Linear的 它是一个Linear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说我们要 要确定这个Transformation是Linear还是Linear 我们两个条件都要满足才对 好 我们EggEgg的验证 那我们第二个 我们就是怎么样去找它所对应的这个矩阵 它所对应的这个Matrix 我们假如说我们T它是MapsSquare WithVertice 我们是0,0 我们是一个正方形 它的四个顶点是0,0 1,0 1,1和0,1 就把这个Square 变成另外一个Square 另外一个Square是0,0 1,1 0,2和 1 1 1 那么也就是说 原本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的一个正方形 这是1 这是1 变成什么呢 1 1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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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是等于01 就是原本1,2是这条线 1,2是这条线 那我们就变成了 那我们看它是相邻的两条边 就变成了这个 变成了这个 所以01就变成了-11 所以这个是T,E,2 所以我们就得到 A就直接是 这是T,E,1 T,E,2 那就等于这是 1,1,-1,1 那这个matrix就给出来了 好,那这是直接给出我们的几何的描述 我们去找A 那么有些时候 它会给出另外一些不同的样子 比如说 它如果是T 如果是把11这个vector 变成了1-2 而T10就变成了-41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办呢 当然说这个是T1,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算 我们有两种方式来算 我们看第一种方式 我们利用这个linear transformation 它的一些本身的性质 我们看 111 这是等于11 加上12 对吧 因为我们11是10嘛 12是01嘛 那么T11是等于T11加上12 那么我们是T11加上T12 好,这个是等于1-2 而T10这就是因为10就是T11 那我们把这两个相减一下 那不,那我们自然的话 我们T12就是等于我们把这个式子移过去 T12就是1-2 减去T11 但是我们T11我们已经知道了的 是 这个是T11 T11是-4和1 那么减去-41 那么1减上-4就是5 -2-1就是-3 所以我们得到的 A就等于我们是T11 T12 我们这是-4,1和5-3 这是一种解法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T11等于1-2 T10等于-4 -4-1 因为我这个就直接给出来了 就比较简单 因为等于是给出了T11 只需要算T2 T12 那我们这里 T12要算出来是通过这个 因为它是linear transformation 所以两个vector的相加 就在做transformation 就相当于先做transformation 再相加 我们就把T12当做一个位置源就OK了 就只需要去解它一个 当然如果是有时候是 它不是 如果这 例如说 我们换一下 这是T-11等于-4-1 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好 那我们换一下 那我们可以等一会再讲 那我们第二种method 第二种方法 我们可以用这个叫做inverse matrix来算 那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们T11 我们是这是等于1-2 而T10是等于-4-1 所以这实际上就可以直接这样写 或者说我们因为T就跟A是等价的 所以是A1110等于1-4-2-1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因为这就变成矩阵的function了嘛 matrix equation 所以A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是1-4-2-1 乘上一个1110的inverse 当然这个inverse不难求 1-4-2-1 这个inverse 1110-1 那么它就是等于AD-BC 所以是AD-BC分之1嘛 所以-1分之1 那么这是D-BChost 所以是等于0 因为这是等于-1 0-1-1-1 所以这是0-1-1-1 我们再用矩阵的乘法乘出来 就是那么这是 负4和5 然后是1 然后是负3 那么得出的结果是一样 那么第二种方法 应用的方法 应用的在什么情况呢 就是当这个 当这个 这两个都不是 standard basis的时候 也就是这两个vector都不是standard basis的时候 我们用第二种方法 有时候比较方便 比较快一点 如果说用第一种方法的话 我们会解很多方程组 特别是这个 位数越高 它这个方程组越难解 但是如果求inverse 那么三位四位的 这个inverse matrix比较好求 那这是 一般的方法 也就是说 它求的是 就是说我们给出的这个vector 它不是standard basis的时候 我们用第二种方法来算 就比较好算一点 这是我们怎么样去求 linear transformation 所对应的这个matrix的做法 是 是 是 谢谢观看